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问题 小陈比他整整小了十岁 同时又是你们的下属 当你在跟古大峰谈生意 在外面冰狂满拓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司机 他经常只能坐在车里面 等你们忙完之后才能出去 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他身上背负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我知道他哭泣 那你要就此放弃吗 如果他真的没有来 那也说明他不喜欢我 那你这样吧 那你在这对着镜头 跟你小陈说两句话 小陈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会相信你 我们俩认识两年了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你今天没有来 我的心真的很痛 我会收起我的眼泪 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摄氏品 无论你走到哪里 希望你也会想起我 我的心里边有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此时此刻 好吧 对啊 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 你可以等着雨万婷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想知道 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人的身份 我希望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吧 你这样来 你站着 把第二现场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